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夜间画廊1969第一季第七集 公元时间2098年9月17号 一个时间旅行局的接线员 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一个紧急事故 对的领导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的飞船时间旅行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意外 一个高科技的医疗包落在了1971年 问题就在这里啊 我作为调度没有足够的人手 去把这个医疗包给他取回来 地球时间公元1971年 流浪汉威廉和自己的哥们怀特 在街头还在为一瓶酒吵架 转头看到两个猫咪从垃圾桶窜出来 威廉也走过来翻翻找找 怀特你刚刚把酒都喝完了 我总得找点值钱的玩意儿 再去换一瓶吧 您别说把上面的垃圾清理走 威廉还真的找到了一个黑色的皮包 打开一看 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医师 威廉也认出来了 怀特我们发了一笔小财呀 这些药品跟手术用的工具 就是一个医疗救援包嘛 卖个十美金问题不大的 那还愣着干什么 二话没说 两人就带着这个医疗包到当铺 想当个好价钱 磨来磨去老板也只肯出八美金 就在这时 附近社区的一个母亲 找半天终于找到了威廉 上来对方就央求着 求你了老医生 我女儿病了 您就行行好去帮我看看行吗 虽然解释着我的医师证 当时因为喝酒被吊销了 我现在都不是医生了 一旁又是老板的催促 八美金卖不卖呀 看着女子可怜的眼神 终归还是善良 占据了威廉的身体 不好意思 医疗包不卖了 医生的天职还是救人嘛 现在有病人我得走了 跟着女子 威廉就来到了对方的家里 怀特也把女子拉到一边 人家救着人呢 你不要再发出声音了 同步的 威廉就拿出医疗包里的药水 直接嘴巴抿抿 尝尝对不对味 拿小刀拉开女孩受伤部位的绷带 威廉稍微愣了一下 这小刀可不是一般的好使呀 虽然喝了酒有点小醉 威廉看着伤口也判断出来了 小女孩应该是淋巴感染了 拿出医疗包的一个小卡片 戴上眼镜一阅读 哎呦淋巴感染的话 注射这个黄色的液体就行了 再对照着确诊了一遍 确实没有错 威廉就尝试对着女孩的伤口 注射了这个黄色液体 没想到一分钟之后 小女孩不但苏醒过来 就问着我母亲呢 这说话的口气显然是痊愈了呀 女子进来看到此番场景也是感动的不行 谢谢您了老医生 我就知道你是可以的 走出来怀特也费解 老威廉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一万拿起医疗包再一看上面的标签 卧靠这是来自2098年 美国制造的高科技玩意儿呀 难怪这么好使呢 晚上回到收容所 威廉拿出医疗包里的一个金属制的说明书 滑动着游标阅读着 威廉也明白了 这简单呀 基本上人体所有的器官对应的症状 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工具和药品解决的 选中器官和症状后 再投射到小屏幕上 没想到还有详细的说明和注释 仔细多选了几种病症 对照着英文阅读 威廉更清楚了 这未来的人类早就攻克了肿瘤和癌症啊 不是那我现在做什么呢 突然想到了老伙计查理有救了 威廉就大喊 查理呢有人告诉我他在哪里吗 才刚和收容所的经理解释了两句 经理哪相信威廉的话呀 什么医疗包呀 威廉你不会是偷的吧 跟你解释不通的了 拿着包威廉就冲上楼 进到了查理的房间 看着奄奄一息的查理 威廉有一些兴奋 老伙计恶性总流算个卵呀 我现在就把你救过来 威廉刚拿出刀准备手术 经理就拦住制止你疯了吗 你想送查理医生 这不就等于杀人吗 威廉也火大了 你不帮忙瞎说什么呢 不滚我捅死你了 经理吓得直接出去就报了警 再安抚了查理的情绪 对照着医疗包的说明 威廉就帮查理 做了去除肿瘤的手术 很快警察赶来 经理也连忙介绍 那个疯子在楼上准备杀人呢 两人才刚走到楼梯间 抬头一看奇迹来了 威廉身后站着完全康复的查理 这个情况警察也只是问了一句 你是医生吧 你已经把他治好了是吧 也只能是目送威廉等人下楼呀 众人一看 查理都从死亡的边缘被拉回来了 于是就交头接耳的议论了起来 老伙计老李健壮 也过来请求威廉帮忙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都几十年了 还能治吗 戴上眼镜对照着说明书的症状 一看可以治的 威廉就示意老李坐下来 把老李治好 回到住处 威廉也畅想着未来 怀头我想到了 有了这个医疗包 那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一个月以后 我就召集所有医学和科学领域的 顶级专家开个发布会 到时候我怎么证明 我可以治疗癌症肿瘤等各种疾病呢 我干脆拿出这个手术刀 去对他们说 听着专家们 想象一下我用这个手术刀 在我喉咙这里 挖个三厘米的口子会怎么样呢 专家们一听 肯定觉得我是疯子呀 然后我就反驳他们说 我可以复活 顺带我就介绍 这个医疗包的说明书 哦对了怀特 从头到尾你都没说 你想怎么用这个医疗包 你说说看 沉默了这么久 终于问到自己了 怀特醉醺醺的 但还是说了心里话 老伙计 我肯定是把这个医疗包 卖个好价钱呀 一百万五百万 不行我们得卖个一千万 然后到时候五五分的 威廉听后你个蠢驴 喝酒把你喝傻了是吧 这么伟大的发明 在你眼里就是个赚钱机器是吗 这是全人类的礼物好吗 我当然知道能赚钱了 但是人这一生 是不是得为社会做点贡献呢 听着威廉的话 怀特一点都不赞同 拿起医疗包的刀 走过来 怀特直接背后偷袭 把威廉给捅死了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一个月之后 怀特就穿得人模人样的 还真的召集各个行业的专家 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就想把这个医疗包 卖个好价钱嘛 怀特哪懂什么医术呀 站到前面的台上 怀特也尽量回忆 当时威廉说的话 听着专家们 想象一下我用这个手术刀 在我喉咙这里 挖个三厘米的口子 会怎么样呢 那戴眼镜的专家一听 还用问吗 你肯定会马上失血过多而死的 也可能是酒喝多了 也可能是想照搬威廉的话 演得像一点 脑袋一发热 怀特就真的拿着手术刀 对着自己的喉咙 拉了几下 画面一转 我们来到了 2098年的时间旅行局 接线员看着警报的信号 就继续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 领导信号显示 我们落在1971年的 医疗包里的一个手术刀 被用来谋杀了 对的 那个手术刀用来杀人了 信号一直跳呢 领导您确定是要 启动自毁装置是吧 那我现在就马上 把这个医疗包销毁 说着接线员就按了按钮 时间再回到1971年 专家们确认怀特已经死亡 那走出来交谈着 两人也是很懵逼 怎么会有这种傻貌 当众自杀呢 谁知道呢 说不定他是精神病院 跑出来的吧 最后清洁工 拿着医疗包也反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黑色的包 要怎么处理呢 当垃圾扔掉呀 还怎么处理 两个专家走后 清洁工扔掉前就心想 万一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就好奇的打开看看 打开一看 我靠里面稀巴烂的 一堆全是垃圾呀 把包丢进垃圾口 清洁工也就离去了